柯文哲近来也频频拜会各界人士 其中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佟子贤 宏基荣誉董事长徐振荣 也都是他请义的对象 今天佟子贤出席了一场公益交流研讨会时指出 他建议呢 柯文哲应该要减少硬体建设 多培育人才 施政文则说 徐振应该要有新思维新格局 柯文哲即将入主 北市府日前特别拜访了台北电脑工会理事长佟子贤 以及宏基荣誉董事长施政荣 三个人见面吃便当 谈了什么 冯子贤4号指出 当天他是向柯文哲建议 北市府编列预算时 应该减少硬体设备 预算应该用在培育人才身上 没有硬体这个万万不能 但是硬体不是万能 但是我也要 我们再检讨一下 如果没有林书豪打篮球 你盖那么多体育场 要振兴体育做什么呢 建设硬体不是完全不对 但是有一点点偏颇了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说 硬体建设的经费 你可以编但是能不能少一点 播出三成五成出来 协助这个人才培育 跟软体跟表演 跟剧本学作 种种种种的推动 对于新科台北市长 柯文哲外界密切关注 他的一举一动 不过佟子贤认为 与其聚焦在少数人身上 倒不如着重多面向的发展 宏基荣誉董事长施政荣 则有新的期待 台湾的很多上层结构 在处在混沌卫青 可是却不影响过去十年来 台湾社会还是有很多 各方面的进展 所以我在想说 我们的努力是多面向的 那不会是因为某个人跟某个人 吃了一个便当 谈了一个人选 台湾就变得更好 我本来认为 就应该要有新的思维 新的科技 所以并格的管理的能力 有新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柯文哲邀请施政荣 佟子贤参与台北市资讯局长林选 政治素人与科技大佬 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各界都很期待 UNTV五家叶佳华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